下一個是另外一種題型 叫做加水稀釋 你平常考試看到的題目很多是 現在百分之二十三百公克 加水兩百公克 問濃度是多少 那我問的稍微不一樣 他說我現在是百分之十二十公克 要改成百分之二 請問你我要加水加多少 加水加多少 然後呢整個問題 那麼這裡 在計算所謂的稀釋的題目的時候 我們有一個keyword 老師說從狀況A變成狀況B要怎麼樣 找到不變 找到相等 所以呢現在是有一個糖水加水 那我們就要問自己糖水加水誰不會變 糖不會變很好 所以掌握不變找到相等 稀釋前後糖不會變 溶質質量不會變 所以我們就寫一個等式 A等於B 稀釋前的糖等於稀釋後的糖 稀釋前的糖等於稀釋後的糖 那問題是糖怎麼算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我們就可以這樣子寫 稀釋前的糖等於稀釋後的糖 糖怎麼算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稀釋前有20克百分濃度百分之10 稀釋後幾克不知道 因為我本來20克又加水S克 所以就總共變成20加S克 可以嗎?20加S克 糖水加了水嘛 所以質量要加起來 然後重要是百分之二 所以乘百分之二 那我們的四值就列好了 那剩下就是數學啦 簡單小數學啦 好 這個100跟100消掉 上面是200 上面是這樣 然後再乘進去 然後再一個下 我們答應到說 分10 所以我要加水80克 80克 這就是我們一個加水稀釋的題目 我們的keyword 關鍵字就是什麼東西 糖不會變 糖水加水 糖沒有變 我就列個等式 什麼等式 稀釋前的糖等於 稀釋後的糖 怎麼算糖 剛給你轉過了 溶液質量成百分濃度 這就是我們的解決方式 可以嗎?可以 然後就是讓各位自己來練習一下 這個也是我問你要加水加多少 700功課百分之三十 我要配成百分之三 請問你我要加水加多少 它才會配成百分之三 好 停車站接問 櫃盤有三四號嗎? 三四號 二號 三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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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來 快哥美女快上來 帥哥美女快上來 來 補習班老師經常是用另外一種解法解的 我也沒有意見 只要你能夠聽得懂 會就可以了 來 上來 快點快點 上來 快點 請上來 快點 小事 behöver 谢谢观看 對方的主義 OK 很好 第一 這位大哥 用的是我教的做法 西式前等於西式後 唐等於唐 這個雖然列式是這樣列 但基本上就是我過去 教學生的時候 他們常常用來算補習班 老師教的做法 算兩次 第一次 700公克 不知道唐有多少 會是0.3 所以算出來是210 第一 第二次 210克 然後呢 不知道有多少 不知道有多少 要配成 百分之三的 是百分之三 那是百分之三 0.3 然後呢 算出來之後呢 就會變成多少 7000 這個是補習班老師教的 算兩次 但是keyword還是一樣 拿過來用了 容實質量 不變 但是呢 這兩個大哥都犯了一個錯誤 不知道那個什麼錯呢 可是這位大哥沒有犯錯 因為他寫的是700加X 我問的是要加水加多少 那個7000是什麼東西啊 最後的水總共 最後的糖水總共是7000 可是那個糖水7000原來有多少 原來有300啊 所以你需要加7000嗎 所以你需要加7000嗎 不是啊 你應該加多少 你要加的是6300啊 就表示你題目沒有看清楚 算完之後好開心喔 終於算出來了 可是你漏了 你少考慮一件事情 所以 掌握不變 找到相等 西事前後 糖不會變 然後糖的算法就是 容易質量成百分濃度 所以呢 帶進去 西事前的糖 等於西事後的糖 西事前容易質量成 西事前濃度 西事後容易質量成 西事後濃度 還跟我一樣 有寫700加一次 就不會錯啦 所以算算 答案叫做 有前三 答案選B 那兩位可愛的算出7000的大哥 你知道你錯哪裡嗎 你知道你哪裡弄錯嗎 你少考慮什麼事嗎 弄清楚 很簡單 這個是一個重要的提醒 加水西事 是 Keyword 關鍵字 融值 不會變 西事前融值 等於西事後融值 我可以寫等次就算出來了 這是我們的做法 OK